所以那亲王底下的亲王贝勒们家里也是要祭祀的 那祭祀完这些肉也吃不完呀 那鼎盛时期他们都是朝夕和夕夕的呀 那吃不完怎么办呀 吃不完那就那个 吃不完赏赐给这些门房 门房 他们看过大宅门的都知道 大宅门不是有门 开门的那几个门房 门房也吃不完呀 门房你就三四个人吃不完 来哥几个 咱把这肉拿出去 开个小酒馆给他卖了吧 起个名叫河顺居 有人来喝酒的时候 咱放点粉丝 放点酸菜 再放点白肉 酸菜白肉锅 对就是衍生它 现在就是咱们 现在北京有名的一个百年老店 沙锅居 沙锅居就来自于咱们昆宁宫的做肉 是哦 沙锅居哦 真的啊 所以它就是老店这样来的 当年在昆宁宫的门房开的这个店 不是昆宁宫的门房 是亲王贝勒家 昆宁宫的肉是出不去的 哦 它是分给亲王贝勒吃 亲王贝勒家也要祭祀 每年亲王贝勒家 所以亲王贝勒家 然后他们吃过完 分给他们家门房 然后他们家门房 自己出去 对对对 开个那个 哦 那个 那个 有机会去吃一下 你有机会你可以去尝一尝 就在西寺那边 叫沙锅居 就沙锅大的船头 对对对 沙锅居 沙锅居 好 来来来 大家可以去哦 好我们走 大家好 我是杰克 在我参访故宫的时候呢 那位导游 洋导游啊 那位导游 他就跟我介绍 来北京呢 一定要吃他们的沙锅居 因为他们的沙锅居是老店 当时呢 那些亲王贝勒 他们家里面的人 就把那个剩下来的那个肉啊 拿出来做 然后拿出来开店 就变成后面这一间 老店 沙锅居 所以呢 我今天就来试试看 导游介绍的 沙锅居 百年老店 Let's go 好 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老店啊 沙锅居 大大的沙锅居 OK好 我们进去哦 请您派戴好口罩 打开北京 好 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沙锅居 国家五传级 就是五星级九家啦 中华老字号 好 我们就进去吧 张慧 张慧直接进去吗 我要坐哪里 空桌都可以 好 哇 这就是沙锅居 没有满耶 空桌都可以做 我先来拍一拍哦 哇 开放式的厨房 好 没有很大哦 这个老店 好 那我就找个空桌坐下来吧 好 在我等人的时候呢 我先拍一下他们的菜单哦 沙锅居 简介好味道 反正就是一个老店啦 导游介绍的老店 罗汉杜偶 罗汉杜偶 酱牛腱 拼盘 水晶肘 蒜泥白肉 哦 就这些 OK啊 OK啊 好 这个价位我也不知道 如果以 就是 餐厅来讲 应该还可以啦 没有说特别贵 这些价位 老北京的味道哦 好 就是这个沙锅了 重点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酸菜白肉锅吧 沙锅白肉 肥而不腻 好 我要吃这个 我等一下就要吃这个 沙锅白肉 极品 极品跟普通差在哪里 不知道 等一下问一下 这就是酸菜白肉锅 我最爱的 我最爱的 哦 然后这个 就是肥肠吧 他们叫做吊子 沙锅三白 三白 哦 猪肠猪肚 好 等一下看看他们要吃什么 下水 哎呀不要不要 我还是白肉好了 哦 它有很多种沙锅 沙锅丸子 羊排 羊排不要 我以为羊肉丸不要 哦 就是各种沙锅 山腰排 好好 好好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大概知道它是什么菜 哇 好多沙锅 沙锅 红沙肉 鲍鱼红沙肉 太贵了 今天我请客 不要买那么贵 哈哈哈 很多种沙锅的菜 好多 好多 哦 好 喜欢喜欢 我还是最喜欢酸菜白肉锅 后面这些就没有那么特别 好 沙锅牛魔王 哦 石锅 好 OK 等一下我就来点餐咯 我要一个罗汉肚 滷味拼盘 全部的这个 嗯 然后 我要那个沙锅 沙锅白肉 就来个普通的 大大大大份的 大份的 大份的沙锅白肉 然后我要一个沙锅丸子 这个来个最小份的吧 68的 好 68的 然后那个 你还有什么 你刚刚还点了吗 你说啊 那个菇 菇 那个菇 口瓜白玉菇 然后那个菇 刚刚那个辣的那个菇 辣的那个菇 在哪里 这个 这个辣的 辣一点 我们不用主食吗 他说这个是什么 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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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一个价值的甜点 这样够了吗 我们三个 三个 一个大三菇 三菇 大菇完整 北京印象 鱼花白玉菇 那小料来几份呢 小酱 小酱就三份呢 我们三个人三份呢 这样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先这样好了 要喝的要什么 要果汁来的果汁 你要喝酒吗 我不要 我只要水就好了 没有小调 没有小调 那一箱就喝白水吧 那我爱白水吧 来白水吧 你们点果汁啊 没有没有 太多人爱炸一炸的吧 一炸一炸 那就一炸一炸 一炸就一炸什么关系 你点啊 你三人吗 他哪个人 你要点就点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你点一杯可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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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 难得有人帮我拍照 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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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在什么 让我们再讲 好 没有计口 没有计口 计口就不吃的东西 葱姜蒜 不用 不用 我都要点了吗 坐坐 专业 有人这样看菜单吗 没有啊 好 这个就是滷味拼盘 menu上面看起来蛮漂亮的 本人看起来就比较普通 OK 来试试看哦 好 我来试一下这个滷味哦 要沾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 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肉丼 这是肉丼 对是肉丼 这个 行动吃很贫乏 然后呢 我再试一下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牛肉还是 牛肉还是什么 应该是牛肉吧 牛腱肉 牛腱肉 吃饭不要小 牛腱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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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全部把它捲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可以當早餐的冷盤來吃 好吃耶 你不喜歡這個 這個滷味餅蠻好吃 大家來給點 這是我不吃的辣的一個什麼東西的 上次送老師我們吃飯那次 辣菇 好來辣菇 我就不吃了 我吃一點了 沒有很辣 我不吃辣 但我吃一點 應該沒有很辣 辣嗎 不辣你們要失望 這個辣菇不辣 好這個是 砂鍋丸子 哇滿滿的丸子耶 滿滿的 滿出來啦 好我來吃吃看 好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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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吃看 我先來吃這個丸子喔 砂鍋丸子 這個丸子這個肉 好像 我吃吃看 還不錯耶 看起來不怎麼樣 吃起來還OK耶 我小看他 人不可貌相 丸也不可以 以後不要以貌取丸 OK 看起來很 這丸子看起來很水 吃起來還OK 不錯不錯 好 入手好了 吃囉 好了 哇 哇這個好大 這個好大 哇 OK難怪 吃不了了 好大 好大 我喜歡 我喜歡 哇好大份啊 這個跟剛剛這個砂鍋比 簡直就是巨霸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喜歡 酸菜白肉鍋 來我們來看裡面有什麼 哇 不好意思啊 我把它弄 哇裡面好多酸菜啊 它主要就是酸菜跟白肉 好 吃爽啊 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白肉喔 這個就是砂鍋居的招牌 白肉鍋喔 喔 真的很大 大部分真的很大 天啊 來我要沾一下這個醬 我吃吃看這個白肉 看起來好棒喔 這白肉 爸 爸 好吃 我來吃一下這酸菜 不好意思啊 我要喜歡 反正我們感情好 沒差 它這個是酸菜 好吃耶 酸菜好好吃喔 這個很棒 這個酸菜很棒 大家來一定要點這個 這個很棒 好 可以了我們來吃吧 好 因為吃火鍋就熱了起來 所以我就把外套脫了 我現在要喝一下這個湯喔 這個酸菜的這個湯 很棒 我最喜歡酸菜白肉鍋這個湯 就是喝起來酸酸的 然後味道很進去 然後這種酸可以解這個 白肉的這個膩 酸菜白肉鍋真的超棒 我最愛最愛的就是酸菜白肉鍋 來這邊一定要吃砂鍋居 很大很大份耶 便宜便宜 滑蒜滑蒜 那個服務員先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好不好 你是不知道這裡面的用處 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是豌豆花 然後這個是彈絲苗 然後這個是彈絲苗 這是韻豆爪 然後這個是紅花酥 然後這個是小豆涼豆 OK 所以這整個就是一個甜點的一個架 對不對 甜點的set OK 推薦給大家 這個中式甜點的一個set 它很像 下午茶 那種西式下午茶的那種甜點set 但是它是用這種中式甜點 我覺得也蠻酷的 OK 我們剛剛讓它去加了湯以後 又變滿滿的一鍋了 哇 它還可以加湯加熱 好棒喔 繼續再戰三百回 好 加了湯以後 我們來看看裡面喔 還有很多酸菜跟粉絲喔 下面還有好多粉絲 下面還有好多酸菜跟粉絲 這個鍋底最棒 好 來 棒棒棒 我們現在經過我們的努力不懈呢 全部吃光光 大目現在是不是有個空盤計畫 對不對 光盤計畫 我們完全光盤光盤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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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好 我們今天呢就吃完這個沙鍋雞的整桌的菜了 那我個人覺得呢 最好吃的就是這一道 白肉 他們不叫酸菜白肉鍋 他們就是叫白肉鍋 白肉鍋真的是很好吃 然後完全很好吃 那推薦給他 推薦 推薦給大家 這一家沙鍋雞 不虧百年老店之名啊 北京沙鍋雞 棒 OK 我是劉傑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